台股近期受到美股的影响 持续面临到量缩震荡的格局 还没能够收复从挥达财报后 跳空大跌的尸土 不过有着台股多头总司令称号的 国泰通讯董事长张席 今天是再度信心喊话 强调长线人看好台股 同时专家也指出 恐怕要等到联整会利率决策后 台股才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走向 台股10号开高走低 上下震荡超过300点 最后失手21000点关卡 苹果新机发布会也没能让投资人买单 苹概股几乎全军覆没走跌 对此国泰投信董事长张席 则是强调基本面依旧良好 台股长线仍有利多刺激 苹果今年这一款算是AI的第一款 明年那一款应该会更厉害 所以我觉得再来就是AI的趋势没有变 然后半导体趋势没有变 其之后其实对景气都是有利的 短期就是涨多的整理 其实不用太担心 台股近期持续面临亮缩盘整的格局 自4号跳空大跌进千点之后 至今始终未能收复缺口 回答财报之后 全职电子股也迟迟没能突破震荡走势 专家指出美国站在需求端 如何定位AI产业 是台股走势的关键 预期科技股短期内仍然会偏向弱势 持续步入9月中旬 在联准会利率会议之前 投资人也关注台股是否面临中秋节变盘 这种跌下的状况你要期待 成交量维持5000亿本来就不容易了 其实现在最好的状况 就是说量缩震荡盘整 不跌了 然后逐出一个短期的底部 才有可能再继续往上走 专家强调短期内台股的走势 必须等到联准会下周四利率决策 才会有更明显的方向 记者赖北京严连凯台北采访报导